各位,上次鐵荃甲死了,中元八義死剩的三個兄弟,易明堂,金鳳伯和打柴人。 到了這個時候,金鳳伯才說出當年鐵荃甲並不是陷害中元八義的老大翁天傑的事。 而是翁天傑的確是做過那些打打劫舍的無本生意,就遭到官兵的追查遺報而死。 鐵荃甲為了維護中元八義的明星,就沒有洩露翁天傑的所謂, 而一直揹著做二五仔的黑鑊,被易明堂地追殺。 易明堂現在才知道這件事的前前後後,當堂欲緊到他什麼樣,大聲問金鳳伯。 哎呀,你為什麼到現在才說出這件事? 哎呀,已經金鳳伯很慘言地說了。 我,二哥,你叫我怎麼說? 我呀,翁老大對我一向易重如山,連鐵荃甲都不忍心說, 我又怎麼忍心說呢? 那又算翁老大死後的英明啊。 易明堂就說了。 好,你的國不愧是翁老大的好兄弟。 好,好極啊。 易明堂一邊冷笑,個人是一面猛打冷真。 聽見金鳳伯說了。 我都知道我這樣做,是對不起鐵荃甲的。 但是我真是沒有法智啊。 我真是沒有法智啊。 他越說越小聲,忽然間拿起一把刀, 就說先頭殺死鐵荃甲的那把刀。 反手一刀,刺在自己的胸口裡。 幾乎跟鐵荃甲那刀刺的地方是一樣。 他雖然又是痛到手腳競亂, 嘴裡又好像鐵荃甲那樣微微笑。 自然他說,是。 我的確,的確欠了鐵荃甲的。 不過,現在我的債,總算還清啊。 他死得又是很平靜。 一個人如果要死得平靜,實在也很艱難。 易明堂這陣子忽然間偶面狂笑。 好,哈! 這麼恐怕,你又勇氣講了這件事出來。 又有勇氣還清這筆債給鐵荃甲。 都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我们中原八二 都算没做丢架的事了 那个打财老忽然拒声就跪下 向着铁拳甲条丝扣了个头 又向易明堂拜了下 二哥我要先走一步了 易明堂笑声停住 一下又变得说不出这么冷漠平静 好了 你先走 我就赶来的了 打财人就说 那我等着你了二哥 他说完拿起斧头 一下就坑落自己头壳顶 哇 鲜血飞剪 他死得更快 更加平静 李尘欢如果不是亲眼见到 简直没办法相信世上 居然有这种是死如归的人 易明堂面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对着李尘欢就说了 我还没曾走 是因为我还有说话要跟你说 李尘欢就逼着点头 他喉咙都哽了 已经说不出说话了 听见易明堂就说了 你都应该知道了 我们一直守候在这里 因为我们知道铁拳甲 总有一天会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上官金红这个阴谋 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 龙少云又知道 我很奇怪 李探花 你为什么会跟龙少云这种人做朋友呢 李尘欢就更加无话可说了 听见易明堂又说了 铁拳甲 知道你会回来兴云庄 看林诗阴这件事 是龙少云说出来的 他故意要铁拳甲来这书送死 但是没想到我们又会跟着你 因为我们当时几大都不让铁拳甲死在别人手上 至于那位 那位林诗阴林姑娘 他没死 又没被上官金红劫走 你现在进去兴云庄 还会见到他的 李尘欢听听听听 觉得心口一阵热血上涌 都不知道感激 只是欢喜 听见易明堂又说了 现在我们兄弟的恩怨 都已经了结了 只望你能够 将我们合葬到一个地方 如果有人运起中原八二 也希望你告诉他们 我们这八个人活着的时候虽然经常做错事 折死的时候 总算还清了债了 那些黄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静静走了 李尘欢就算看见都免得阻拦呢 又都没有人阻拦易明堂 因为他知道易明堂的确没有法子再活下去 一个人只要死得心安 死又何妨呢 死在他们讲来 简直就不算是一回事 但是李尘欢现在看着整地的尸体 忍不住就猛地打冷震 他打冷震不是为了别的 只是为了他了解仇恨的可怕 不过 无论多深的仇恨 现在总算了结了 易明堂说得没错 这些人活着的时候虽然经常做错事 只死的时候 堂堂正正是问心无愧 对的 世上又有几个学得自他们这样死法呢 夜晚 小店里头就只有一盏灯 两个人 灯光很暗 他们的心情比灯光更暗更消沉 灯就在李尘欢面前 酒也在李尘欢的面前 但是他似乎连举杯都没力 只是坐在那里昂晓地看着酒杯 灯芯挑起又似烧了 不知过了多久 李尘欢才说 唉 走了 孙小龙就说了 我 我都去 我们一起来的 当然是一起回去 翻去 翻去 你 你 你不入兴兴庄了 李尘欢是另下头 孙小龙很奇怪 你这次来 一天就是为了去兴兴庄看看 现在不必了 为什么 李尘欢看着灯光 就慢慢说了 易明堂既然说了 林思音还在 那就够了 孙小龙就说了 不过 听了易明堂一句话 你就这么放心了 好像他那种人 无论说什么 我都相信的 不过 你难道 难道不想去见见林姑娘吗 李尘欢沉默了很久 后来才说 哎 相见真如不见 他既然没事 我又何必去见呢 反正都来了 又何必不去见呢 李尘欢又沉默了很久 忽然间笑了 哈哈哈哈 成兴而反 既然来了 看不看都没什么分别 孙小龙就说了 哎 哼 这个人真是怪的 做的事 总是令人不明白的 小熊 你慢慢就会明白的 孙小熊又呆了一排 不过 那你起码都要埋葬了中原八二这几条尸 那才再走啊 哼哼 小熊 他们等下不紧要 但是上官金红就不能等的 哈哈哈哈 死人 实是比活人有耐性的 你说是不是 孙小熊就嘟嘴了 哼 原来你都不是几够义气的 起码对死人就没有对活人那么义气 李尘欢忽然问他 对啊 昨晚我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孙小熊想了一下 晚客咯 就和现在差不多时间咯 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时候赶到来这里呢 苏时前后 天还没曾黑 那我们是怎么来的 坐车走了一段路先 然后就用轻功 到了今早早 再换快马 所以现在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赶回去 最快都要苏时前后才到了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但是现在我们很久没有休息 体力绝对不够昨晚那么好 就算可以施展轻功 都不会快得过昨晚多少 哼 昨晚我就赶不上你了 怪不知爷爷说 你的轻功不慢得过你把刀了 李尘欢这时候就说了 所以 我们现在就算立刻起程 都未必能够及时赶到去赴上官金红的约会 孙小红一听就忽然不出声了 李尘欢担高头 看着他 所以 你应该催我快点走才是 你知道我从来都不想失约的 孙小红倒下头 咬着嘴唇 好像故意逃避李尘欢的眼光 过了很久他才说 哼 我就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呢 这次我们坐车赶回去 不换马 又不用轻功赶老 啊 你真的要我在车上休息了 是啊 不然你就没有法子及时赶得到 你一到那里都怕要躺下了 你没理由躺在地下和上官金红决斗的 啊 李尘欢就想了一下 出之笑了 好 我听你的 我们坐车 孙小红就即时开心了 整个笑口祖 那我们还可以带酒上车 你如果在车上睡不着呢 我就陪你喝酒 啊 李尘欢说 哦 那些酒喝多了 自然就想睡觉了 是啊 是啊 照你在车上好地睡觉 我保证上官金红不是你的对手 哈哈哈哈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当然了 我如果对你没信心 又怎么 怎么会 说到这些 孙小红面色更红了 等等声跑开就吱吱吱笑 我去请车 你准备烧走 如果够时间 你不妨去看林姑娘 我不会喝醋的 他两条边仰几仰 眨下眼就跑到不见了影了 李尘欢一路望着他 眼光光想了一排 才慢慢站起身 走出地下室道门 一丹高头 高长内就露出半边柳仔了 柳仔的孤灯又亮了 柳仔上高的人呢 林思音是不是又在为他的儿子缝补衣服呢 慈母手中的线 长得好像永远都逢圆那样 一年又一年 一日又一日 逢圆的线 逢圆的寂寞 林思音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埋葬 这座柳仔就是他的坟墓 一个人 一个女人 如果已经没有了青春 没有了爱情 没有了欢乐 他还要生命来做什么呢 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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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在太苦 你实在受尽了折磨 李尘宽想想想 又忽乱腰 不停咳咳 咳到出血 唉 他又何尝不想去看林思音呢 他个人虽然站在这儿 心早就飞了上柳仔 他个心虽然飞了上柳仔 但是他个人 还是没办法不留在这里 他不敢去看林思音 亦不能够去看他 就算是最后一次也不能够 相见真如不见 见了又怎样呢 他已经不属于李尘宽的 他有他自己的丈夫 儿子 有他自己的天地 他本来是李尘宽的 现在连看他一眼都不行 唉 李尘宽拿手背擦嘴边的血迹 吞嘴里那口血落肚 连血都是苦的 苦到劫 思音 思音 无论如何 只要你平平安安 我李尘宽就心满意足 天上地下 我们实有相见的时候 但是 林思音真的能够平安吗 李尘宽 孤零零的站在西风中 他有没有想到那些风 可以把他吹上楼呢 不知什么时候了 小红回回来 什么 你没有去看林姑娘 李尘宽另下头 没有 你没有去请车吗 哦 车就停在航口 你如果真的不想去看林姑娘 那我们就走了 走了 走了 车在路上颠沛 走在背中瑤房 是陈年的老酒 但是车比走更老 马或者比车更老 你尘宽另下头少少 唉 这只马 怕就是关公骑那只赤兔马 车又是古董车 居然被你找到来 都算你多有本事啊 小红 小红忍不住笑了 不过马上又端起个款 哈 我做了事 你总是觉得不满意的 是不是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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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之极啊 我 李尘宽瞎了眼 继续慢慢说 嗯 一坐上这部车 就让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啊 你想去什么 我想起小时候玩的那只木马 啊 现在我简直就好像坐在马车的摇篮上 李尘宽的话口未完 忽然觉得有用 一塞塞在他的嘴上 听见孙小红又吱吱吱吱笑了 嗯 那你吃完这粒棗 就快点睡了 李尘宽就苦笑下了 唉 可以一觉睡不醒 那就差不多 好可惜 啊 我叫这一部车 就为了让你好好的睡一觉 只要你真的睡得着 明早一早 我们再换部车好不好 李尘宽就举杯一饮而尽 好吧 反正都是这样了 那我就喝多几杯 睡淋点 孙小红就快帮他倒酒了 嗯 不错 就算是小孩 都要喂饱奶才能睡得着 杯里头的酒在那儿搖晃 他那两条抹边翼在那儿搖晃 他的眼睛温柔 就好像车窗外边的星光 星光如梦 李尘宽醉这么休息了 唉 在这样的夜晚 面对这样的人 哪个不醉呢 既然醉了 又怎样可以不睡呢 李尘宽 最终睡了 孙小红默默陷情地看着他 好久好久 先轻轻拿手 拨一下他的头发 你睡吧 然后酷 我睡觉 我睡觉 然后睡觉 我睡觉